好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喬謝麥克 沒錯 在看目前螢幕觀眾前面的你 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不介紹全照安全帽了好不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 SHOWY 的半招帽 那 SHOWY 的半招帽大家一定 很好奇 到底它的優勢或是它的 產品分別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來告訴你好不好 麻煩先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Let's go 好嘞 首先我要來介紹 SHOWY J-O 的復古帽 沒錯 這頂 J-O 其實它在上市的時候 就很多人都會喜愛 但是畢竟它還是一領復古帽 所以它基本上帽殼上面 不會有任何的通風孔 然後再來呢 其實我們每個帽款 它的帽殼都是一模一樣的 不管是你是全照帽 X15 或是小到復古帽 它的帽殼材質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 SHOWY 呢 非常貼心 是因為每個帽款的 配戴的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它的內襯呢 其實也都做得非常 服貼 而且非常的舒適 相信戴過的 一定就知道我在講什麼啦 那這裡 J-O 呢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第一 一定它的帽殼材質 還有它的內襯材質 再來呢 它有一個 內建鏡片 那這個內建鏡片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內建鏡片也沒什麼屌的啊 但是 我跟你講 SHOWY 的內建鏡片呢 為什麼它賣那麼貴 是因為它的機制 它的機制 還非常棒 而且你 不管翻它幾次 它的 鏡片基本上不會有 鬆脫掉落的問題 那假如說知道我在講什麼 其實 很多貿款啊 像那種內幕片的 或是那種有內置鏡片的 其實你用久的時候 都會鬆掉 那我們SHOWY呢 本人試過了 四年多 五年多的時間 它還沒鬆掉 假如說鬆掉的話 那就換一頂 那再來呢 再來介紹我們的 另外一個貿款 那就是呢 J-Force 4 這頂J-Force 4呢 其實它在 台灣呢 上市的時間 非常久了 大概可能 七八九年 之類的 非常久 那很多車友也一直在問說 J-Force 到底會不會改款 那其實呢 目前聽到原廠 目前的 最新規劃 沒有 這頂 J-Force 4的 改款消息 所以呢 想買的朋友 不如就直接考慮 直接買J-Force 有買過的人 其實都 非常喜歡 它的佩戴的 感覺 是因為為什麼 它的臉頰 做得非常戰鬥 所以 它的臉頰會很緊 那很緊的 情況下 其實我們一般在戴 四分之三帽款的時候 它的 臉頰 假如說你 風太大的話 它是會沒有辦法 夾緊你的 臉頰部分 所以 會一直鬆脫 會一直可能鬆掉 內身鬆掉 到時候會 所以呢 這頂 J-Force 4 其實很多人 都會去買一頂 有全罩的人的話 他會想買一頂 四分之三 第一個可能 就會想到 J-Force 4 那這頂 J-Force 4呢 一樣 就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要一直講 就是 它的帽殼 然後還有它的內襯材質 基本上 都是和我們全罩帽 每個帽型款式 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這頂 J-Force 4呢 其實很多人喜愛 是因為 第一 它有鏡片嘛 因為像剛剛J-O 其實它就沒有 整個擋到臉的鏡片 它還有 通風孔 那這通風孔 當然 有戴過秀儀的都知道說 通風孔絕對不是作假的 那所以呢 前一個通風孔 頭頂 然後再加上 後面 貿尾的散熱 基本上它就是很散鬥 然後再加上 鏡片隨時都可以換成 我們有墨片可以換 也有電動片可以換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 非常適合就是 譬如說你通行竹也好 或是偶爾跑跑山 其實 它這一頂都 非常非常適合 不管你是在 高架上 風大的情況下 或是你在跑山 有時候 需要一點 夾 臉夾真的是要夾緊一點 那 你又不想戴全罩的話 這裡十分之三 J-Force 4 非常適合你 OK 再來今天最後一個帽款 就是我們Shui當家的 十分之三 J-Cruise 2 OK J-Cruise 2 為什麼 因為剛剛猶豫了一下 是因為 可能 它之前的一代真的是太好戴 我之前一代 二代我都有 然後呢 它這一頂其實 其實基本上 就是把Shui現在最新的技術 結合 與這個帽款 那為什麼我剛剛 四分之三另外一頂 J-Force 4 為什麼那麼推 是因為 它們兩個其實 配戴起來的感覺 不太一樣 這頂 J-Cruise 2 它其實要讓你 主打的就是 長途騎乘 然後舒適 這頂新款啊 通風 基本上不用擔心 然後 墨片 電路片 外鏡片 可以更換 以外呢 它裡面還有一個 內幕片 可以 可以使用 所以這一頂 非常適合 長途騎乘 就是因為 你可能平常 太陽不大的時候 你就放個內幕片下來就好 假如說今天真的是我們 正對夕陽 真的是 超次眼那種 你就有雙層鏡片 就是 你一個內幕片 再來加外面的鏡片 你也換成像這頂 墨片的 時候 你就可以有雙層的那種 墨片的 感覺 那會不會有 視線的誤差 其實不會 因為它有一個距離 假如說我們今天 疊在一起的話 那個才會有這種 風險的可能性 因為我自己是 這一頂呢就是 非常喜愛 我都基本上 出去平路跑山 或是 長途騎乘 或是買個菜 之類的 我都會帶J.Cruise 2 那J.Cruise 2呢 這一頂其實它 還有一點 就是它的 內置 內置的藍牙系統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用Card呢 是因為 我們賣Card 反正它的 它的 帽子上面是有個內置的藍牙系統 可以使用 那它搭配的是 Sena的SR-L的系列 那 今天 現在台灣 是我們 大橋是總代理 所以呢 假如說想要購買的 加購的都可以 歡迎找大橋 好不好 不好意思又變業務 今天呢 反正就是 它這個 內建的藍牙系統 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 很多人就不喜歡 磕在外面 醜醜的 或是甚至有 重量的影響 所以它會 考慮就是直接 架構這個 內置的藍牙系統 但是 它的價格 其實 你倒真的 非常新鳴 售價是9900塊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想說真的覺得說 嗯 真的有點超出 預算太多了 那沒關係 還是可以買Card 我們都 選擇都有啦 好不好 就看你怎麼選而已 好 那基本上呢 這頂沒有什麼好講啦 就是它也是 很厲害的一頂帽子 那 佩戴的舒適感受 我必須要評分啦 因為 這題畢竟是 三頂 介紹給大家 那 鬆弛度 最舒適的老實說 就是這一頂 Sacrums 2 好因為它臉頰 其實沒有 很夾以外呢 它在長途騎乘中 也讓我感受到 很多很多的 樂趣啊 真的沒有那麼像 J4它就比較夾 但是 J0呢 它又很可惜 它沒有 全面式的那個 鏡片 所以呢今天 說這度來講 我一定會選 Jcruise 2 那假如說 以造型的話呢 那絕對是我們的 J0 好不好 J0是我 秀也好 老實說啦 我秀也拿 第一頂就是我的 就是J0 因為為什麼我之前騎牙拿一梯 所以我就 先拿了一頂J0 拿去烤漆 假如說 之前那是我的 應該都有看過我 帶那一頂那個 就是烤漆的J0 OK 那假如說你今天是 想要 平時 就是 通勤 但是偶爾會跑山 你又不想帶全罩的話 建議你 J4 4 是因為 它的臉頰真的比較夾 所以 當你 不管是 經過高架 或是真的要跑山 這個 安全性 或是真的是 風大的時候 建議你就買 J4 4 OK那 全系列 這三個帽款 都有 墨片 電鍍片 都可以使用 那再來呢 我們秀儀絕對 連四分之三帽款都會 把你照顧得好好的 帽殼 還有內盛材質 絕對都是 一等一 一吉吧 好不好 但是 這邊一定要有一個 最後最後 最後 有一個 PS 就是說 其實四分之三帽款 它 為什麼人家會說不安全 或是什麼 會有安全疑慮 是因為 畢竟它 那個全罩安全帽 還是少了下巴保護這塊 所以 假如說你今天決定 好你人生第一頂帽子 你要買四分之三這套帽 那沒關係 那你就是要自己 注意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下巴 真的出車禍的話 下巴可能是你 第一個 最必須要考慮到的風險 OK那在這邊呢 我會把 以下 三款帽子的價格 然後還有一些 呃資訊 我會放在資訊欄 或是在 看 看我們的攝影師 要不要 努力一點 放個價格 在那個影片上面 OK那假如說你喜歡 我介紹這種 除了全罩 秀與全罩帽以外的 資訊呢 麻煩底下留言跟我講 或是你想要我介紹什麼帽款 看到這邊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下分享 我是STAR 謝謝麥克 我們下集見啦 掰掰 下巴